紅燈機車騎士 有人拿起手機低頭查看 手還會不停的滑動 有民眾就是做了這個動作 說是要查錄 卻被檢舉玩手機 其實放有望去 紅綠燈前有不少民眾會趁著 等紅燈時拿起手機 但是這個手持動作是違法的 除非是像這樣放在手機架上 拿起來玩這樣嘛 在看 這樣會違法 會啊 警察會抓 手機架 這樣會比較安全 這樣會比較安全啊 102年就開罰的交通規則 是開車騎車駕駛或騎士 都不能手持行動電話 根據台南市的統計 機車騎士被開罰的建數 從107年的不到1000件 到今年10月為止 已經有1543件 數量保增 機車使用手機是處罰1000塊 然後汽車使用手機 行駛當中使用手機 是處罰3000元 不曉外送員使用手機架 就是因為法規抓的是手持電話 提醒騎士 無論是想要找路還是接緊急電話 靠邊熄火停止之後再操作 才不會接到千元罰單 三里星王少俊榮台南報導